全红缠是世界女子十米跳台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 凭借着在东京奥运会跳出多个满分动作 以绝对的优势力压最大热门陈玉希夺冠 从而彻底火遍大江南北 不过全红缠的成功并不仅是来自她的天赋和努力 更是对自身不断进步和追求卓越的结果 即便面对艰难险阻 全红缠依然选择逆流而上 最终成为体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 为什么这么说呢 自从全红缠在东京奥运会一战成名后 进入新的奥运备战周期以来 全红缠就一直饱受伤病和身体发育关的困扰 导致她的状态此起彼伏 甚至在过去这两年时间内 全红缠已经在各大赛事上的单项中 多次输给队友陈玉希 发挥不理想 加之外界舆论压力的种种影响之下 全红缠的情绪也曾一度接近崩溃的边缘 时常看到她泪洒全场的画面 不过很幸运的是 全红缠并没有被眼前的种种困难所压倒 反而选择更加刻苦地投入到训练中 通过不断地调整自我 在主管教练陈若林的悉心指导下 最终实现王者归来 在过去短短的四个月征程 全红缠豪夺六枚金牌 先是在杭州亚运会中加冕双冠王 随后又在全国跳水锦标赛 和多哈市锦赛中连续抗四金 尤其是凭借着在多哈市锦赛的单项金牌 让全红缠的职业生涯完成突破 正式实现了奥运会 市锦赛 世界杯 亚运会和全运会等国际大赛的大满贯尾计 在东京奥运会以来 全红缠合计获得12枚世界级的金牌 他在跳水领域的杰出成绩和做出了贡献 也获得了各界和体育局的认可 先后砍获体育道德奖 五四青年奖 年度十家运动员等奖项 而就在近日 全红缠再次收获一项重要奖项 根据广东体育局官方发布2023年广东省申报的体育运动奖名单中 全红缠凭借着在过去一年的出色表现 再次榜上赫赫有名 与此同时 他的恩师何维仪同样传来了喜讯 凭借出色的执教成绩 以及不断给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 何维仪也获得体育局的高度肯定 出现在榜单中 2007年出生的全红缠 今年只有17岁 他在未来的路还很长 当下全红缠的首要任务是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 向双金王和未免之路勇敢出发 在不断创造家计和突破自我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包括全红缠在内的所有运动健儿 能够远离伤病 最终都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中赛出风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